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碑里拉街是贯通武拉斯大马路和镜湖马路的千米长街 开辟于上世纪初 沿着这条时阔时窄的街道行跨 便会发现这条街道遍布历史和故事 碑里拉街的名字 是与昔日澳门葡萄牙人内部 支持机构议事公局有关的 碑里拉是澳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议事公局局长 他就任时只有20岁 早在1925年 澳门议事公局正式将这条街 进入澳门市街道明策中 这条街上的居民较少 仅有几间房屋在罗里鲁马路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 就是罗宝博士的大宅 由他创立的六川电台 亦在附近 提到碑里拉街 就不得不提昔日的望下兵营 望下兵营昔日占地甚广 在碑里拉街北端的望下体育馆原址 和现时社屋望延楼 以及澳广市厂房大楼 都属望下兵营的范围 1979年 林茂唐木屋区发生大火 灾民无处容身 当时奥埔政府决定在原来的望下兵营隔离的陆军球场 兴建临时收容所安置灾民 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亦建成了望下平民伸村 直至2008年 望下兵营为止被清拆 现时建为望下社屋望延楼 同样坐落在碑里拉街和雅廉坊大马路交界 在加洛萨修院正对面的建筑群 即香林新村及幸运各大厦 承载着另一段澳门历史 香林新村的香林两个字 其实正正就是这栋建筑物的前身 补血炆香床的负责人 沈香林的名字 澳门的炆香叶 虽然不是主流的手工叶 但在20世纪中叶前 亦都是一门出口海外的赚钱行业 当时补血炆香厂 是澳门最具规模的炆香厂 后来因为成本上涨 加上日本生产的炆香大量向外傾销 最终这家澳门唯一剩下的炆香厂 亦都是1964年12月31日正式结业 澳门生产炆香的历史也画上句好 时至今日 碑里拉街已成为澳门集工业、商业、娱乐、美食的主要街道 高楼大厦临纳一片法华景象 我们下期见 完成了